请接步 为了推广红铃台东县政府 跟台东水宝局每年举办 台东红铃技大型活动 结合南回各部落 以红铃为主题打造观光产业 不过今年确定暂时停办 让部落红铃农大感失望 认为部落产业需要公家单位 长期推动行销及重视 才能让部落产业永续发展 我当然会怕 对 当然 今年不办 就等同好像就 就不会再续办的感觉 我们也是会担心 你今天如果是由 官务方一级主管去推动 那我们做的会更有力道 需要靠一些后续的观光效益 慢慢慢慢去让这产业永续 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 间接打乱各产业销售状况 加上今年台东四家产业受阻 县府暂时把重心转向 扶持四家产业 不过县府表示 虽然今年取消红铃活动 但仍会持续协助地方 红铃产业发展 红铃小米对南回而言 真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 所以未来县政府还是会 跟相关单位一起合作 来协助我们南回 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红铃它真的也不只是一个作物 它也结合了油城 也结合当地的文化 我想这对南回的 整个产业发展而言 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红铃是南回地区重要传统作物 又具有丰富营养价值 不仅能拿来实用 也能成为保养品 是具有潜力产业 但如何在疫情后 各产业萧条情况下 维持红铃销售与推广 仍需公家单位 给予协助支援 原始新闻物据台中达人 采访报导 总与推广 原始新闻物据台中达人 为何央举人 在原始新闻物顾 温行 由于 在原始中达人